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假如各位有在關注的話 應該有發現我們的 Microsoft 微軟 近期次不斷釋放出一個消息 說將來會發表一個東西 雖然他們始終沒有名講 但這個線索我其他都猜得出來 嗯,那就是全新的作業系統 Windows 11 這個 Windows 11 發表的時間為 6 月 24 號 那也在 6 月之後 開始有越來越多關於它的傳聞與爆料 然後就在昨天晚上 更不得了 雖然也在預料之中的事情出現了 有人拿到了聲稱 Windows 11 的安裝檔 而且實際裝了上去還丟了好幾張截圖 截圖的內容看起來也不是修的 當時我就覺得 接下來應該會有越來越多人 實際搶先體驗到這個 Windows 11 那為什麼這部影片感覺那麼像是臨時拍的 因為... 我也拿到傳說中的安裝檔了 等等我就拿實際安裝 然後看到底有哪些不一樣吧 然後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由於這個 Windows 11 還沒正式發布 所以等等各位看到的 跟發布後的樣子可能會有一些出入 搞不好是某一神人魔改出來的 Windows 10 系統也說不定 總之請各位先別認定它就是正宗的 Windows 11 唷 好啦開場講完了 那我們直接切換到電腦畫面吧 而在安裝之前是給各位看這個 大家應該還記得微軟曾經說過 Windows 10 將會是最後一版的 Windows 吧 結果六年後的微軟還是打點自己了 其實當初 Windows 11 的傳聞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是因為還相信他們講過了這句話 而需求認定這應該是個假消息的 直到後來微軟發出了這個發表會預告 上面一個 Windows 的圖示 底下這個倒影好像就是個 11 而且發布會開始時間也定在早上的 11 點 甚至還有人發現 他們圖片這個地方的夾角正好就是 11 度 然後還沒完喔 微軟是幾天前發的這部影片 總之就是把歷代各版本的 Windows 開機音樂放慢 做成 Remix 然後 呃...影片長度也是 11 分整 只能說男人的嘴騙人的鬼啊 當初說好不會有新版本 結果現在就給我真相 你真是欺騙我們這些 Windows 愛用者的感情啊 所以 只好用抓上去的方式來懲罰一下微軟了 我們這次會裝在虛擬機上面 那請各位別跟我跑來要它的安裝檔 我只能跟你說 現在已經蠻好找的了 稍微動一下手指你也可以找到 那我們應該可以用 Windows 10 的方式來安裝啦 反正我們就直接建立硬碟吧 放上我們 Windows 11 的安裝檔 直接開始吧 對 這個就是新的 Windows 11 Logo 就變得很像現在微軟的 Logo 啦 只是不再是這種顏色了呢 是只有藍色 那系統語言部分呢 目前看起來是只有英文版的 沒關係我們繼續下一步 那你可以發現他們這個版本應該還不完善啦 現在又變回舊的 Windows Logo 了 然後整個安裝機面看起來 也是跟當初 Windows 10 的安裝機面差不多 就同樣還是沿用 Win 7 的視窗 不過這個不要緊 那這裡就可以選擇要安裝的版本啦 我們就直接選 Windows 11 Pro 吧 然後也可以發現 旁邊的這個捲動列已經不一樣囉 你不理它的時候就會變成簡單的一條 然後畫素放上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再來這個勾弦的方塊看起來也不太一樣囉 總之我們就等它慢慢安裝好吧 出現了之前沒看過的設定畫面 其實就跟 Windows 10 的概念一樣啦 只是它整個機面都已經翻新了 有一種小清新的感覺吧 對啊整個動畫那些都活潑許多 你們看會卡的正常的 又不是裝在虛擬機上的 那我們就先不登入帳號了 繼續吧 然後也跟 Win 11 一樣 在設定的過程中 一直鬆憂我用線上的帳戶 不過整體上來講 的確是有感覺到 它應該算是一次大更新啦 OK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Win 11 桌面了 這樣子它能不能裝上 VM 的驅動啊 我看一下 太好了 驅動是可以裝的 我們現在已經讓它全螢幕去跑了 那麼首先各位第一眼看到的 應該就是它的工作列 整個圖示都變成至中排列了 對 讓人直接聯想到 Mac OS 不過我記得它是可以透過 設定去更改的 嘿對 應該是從這邊改的 我記得它有一個在左邊的選項 只是我們現在沒辦法啟用 Windows 所以就沒有辦法示範給大家看了 至於它的開始機面變成怎麼樣了呢 其實剛剛也看到了啦 我覺得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它了 不過我剛有注意到 其實 Windows 11 還是可以透過修改 註冊碼的方式 來回到 Windows 10 的開始畫面啦 改成這樣就比較像是手機 App 那樣了 而且說到手機 App 它連 Messenger 跟 Twitter 那些都有耶 所以我們按下去的話 哦 它是要另外下載的啦 所以像 Photoshop 啊 Netflix 那些的 應該也是要另外下載的 那如果不要用的話 可不可以移除掉啊 可以啦 我們就是按這個 Uninstall 它就可以幫你移除掉了 那這個 Messenger 我猜就是 Microsoft Store 裡面也有的 對啊 這個你們在 Windows 裡面也找得到 至於底下這個搜尋按鈕呢 其實也就跟 Windows 實在很像啦 或許真的發布後會變得不一樣啦 畢竟這是還沒發布的版本 然後這個東西應該就是 對 你可以建立另一個虛擬桌面 至於這個的話是 Windows Dashboard 對 它還是要我登入微軟的帳號就是了 好啦 等一下 好 現在成功登入帳戶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到底是 哦 你可以在這邊寫的是天氣 股市跟一些新聞等等的 其實這跟 Windows 10 最近新增的一個 叫做新聞與興趣吧 它的功能是有點像的 不過我們好像不能比起它的排列方式對不對 嘿 這個相比 Windows 10 起來就有點不自由了 另外我看到有些人提到 Windows 11 的視窗變成冤角的了 就是各位看到右邊的圖片那樣 只是我抓的這個版本可能是比較早期的啊 它都還是方形的角落 只是視窗動畫那些的可以看到更加花俏了 就連工作力自己的動畫也是 我覺得蠻不錯的啦 那麼放大縮小的時候也是 這個想必是更吃效能的了 而且我記得如果滑鼠停留在這邊的話 誒 沒錯 你可以直接選擇這個視窗要怎麼排列 有很多種方式 比如我選擇右半邊的話 它就跑到這邊來了 然後就跟 Windows 10 一樣 可以選擇你要放在左邊的視窗 然後當然用之前的方式 將視窗拖在角落也是可以做到的 再來我們進系統夜明增生一下 對 Windows 11 Pro 然後這個是開發者版本的 不如我們現在直接拿它來跟 Win10 比較一下好了 好 各位現在看到的左邊就是 Win10 右邊就是 Windows 11 其實概念上倒還是差不多的 就是這個開始畫面差有點多啦 只是比起 Win10 的那種粗暴簡潔畫 的確還是 Win11 會比較順眼啦 其實從他們的圖示也能看出來啦 Win10 本來是這種簡單到不行的設計 到了Win10上面稍微立體一點了 但也不像之前那種泥霧化 這個應該是現在的趨勢吧 到現在 Mac OS 也是這麼做的 喔 讓我發現當螢幕拉到比較窄的時候 它這個視窗排列方式也會變成上下的 這個就還蠻天性的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排列了 在 Win10 上面就沒有這個選項了 應該是說它根本沒有這個快速間 那麼通知中心這裡呢 看起來還是跟 Win10 的概念差不多 不過也可以發現它很多機密都已經圓角化了 時間的話也一樣 那比如說像音量啊網路那些的 也跟 Win10 的樣子差不多 目前來講是差不多啦 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更改就是了 然後它的系統音效我們來聽聽看 嘿 跟 Win11 也不太一樣了 我們直接來聽聽看它的音效 跟 Win10 有哪些差別好了 Win10 的紅色叉叉聽起來是這樣的嘛 而在 Win11 是這樣子的 當你接 USB 進去的時候 Windows 10 聽起來是這樣子的 而在 Win11 是這樣 移出的話 Windows 10 是這樣 然後到 Win11 是這樣 這個是 Win11 的通知 這個是 Win11 的通知 然後我剛剛在找的時候 還是發現一個不太好的地方啦 如果沒意外的話我應該 啊 對 到了 Win11 還是有兩個控制台啊 我會瘋了 這個毛病真的是不知道 早上的時候才可以修正耶 雖然大部分的設定 你都可以在這種新版的控制台找到 但這只是大部分而已而不是所有 比如說我剛剛開的字的音效 你就還是只能點進傳統的控制台 再點這邊 你才可以更改到你的音效 雖然你看在這裡大部分的圖詞 在 Win11 都還是有更新過的 但這裡只是大部分而已 你看有些在 Win7 的圖詞在這邊還是看得到 裝置管理員也是啊 雖然這個是沒什麼問題啦 不過各位知道 這個其實是從 Windows 9 5 就我的風格嗎 說到這個 我也來檢查一個東西 先等一下 我的檔案總管當機了 好啦 這個時候是順便開一下 工作管理員看有什麼變動吧 這個是 Win11 的工作管理員 目前的版本看起來是跟 Win11 陰謀一樣 然後殺掉檔案總管之後 整個工作力也都會重啟 不過那個動畫真的是還滿賞心悅目的 我剛剛想要檢查的東西就是 Windows 10 如果是在這種比較大的 說方比例之下 如果開啟那種不確定說方比例的軟體 它會整個模糊掉 以這款原因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看起來也有點不舒服 那我們看得到了 Win11 會變成怎麼樣 好 看來還是一樣的情況 也不是很意外啦 Win11 看起來就不像是一個大改架構的東西 至少它在動畫上面 我看起來是還滿喜歡的啦 從本來線完全沒有動畫的地方 到現在這樣也算是有一些進展了啦 那我們最後再看看它一些內建的App有做什麼變化吧 比如說計算機 看起來一模一樣 天氣App在圖示上也變得比較立體化了 不過這Win10搞不好商店更新之後也是做得到的 新聞App看起來一模一樣 小畫家也是完全沒變的 啊有啦圖示變了 反正其他部分各位就自己慢慢發掘吧 至少用到目前來講 我覺得動畫對我來說是最有感的了 那最後也再提醒各位 這個應該不是Windows 11 最終的型態 之後應該還會再進行一些或大或小的改良 此外也有一些我還沒有介紹到的部分啦 比如它在平板電腦上面會變得更易於使用了 可以利用多根手指去進行多功等等的切換 而且畫面旋轉的動畫也更加流暢了 總之實際上的完整新功能 就等於為24號的Windows 11 正式發表吧 我自己是希望還能新增更多實用方面的新功能啦 不然以目前來看 雖然視覺上的確進步了蠻多 但如果真的只有這些的話 感覺會被很多人會罵說只是換個皮 或者是MacOS畫的Windows 10 而已 好啦 今天段體驗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